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要平常心講 美國玩這一種 完全不符合 這個經濟學上所 教導的自由貿易理論 東卡西卡 的確會對 中國的科技發展 跟經濟發展 帶來相當大的一個阻礙 這是必須客觀一個認識的 那我們就會有個疑問 難道中國不能克服嗎 中國應該可以克服 可是克服的成本相當的高 克服的時間會比我們想像的 來得久來得長 那這樣子成本高時間久 也會對科技發展跟經濟發展 帶來負面的 那你會有個疑問 美國當時不讓中國參加太空計畫 中國可以自己搞出太空艙 然後可以自己搞火箭 可以找衛星 那為什麼就沒有辦法搞晶片呢 我跟大家解釋 這不是中國科技人才不夠 也不是中國不願意投資到 這些裡面去發展 它基本上涉及到的是一個 專利權的問題 什麼意思呢 大部分的那種做太空艙的火箭的武器的 這裡面很多的技術 它並沒有所謂的專利技術的問題 因為它不是一個市場商品 不是一個市場商品 所以中國在引用這些技術 或者在做開發這種武器等等 就不會有所謂的侵害到 美國或是哪一個國家的 資位財產權的問題 但是呢 如果在一般商品性的 比如說晶片等等 你不斷的去研發 就會碰到很多的專利 資位財產權的困擾 我來解釋大家聽就知道了 就是說美國人很善於 玩這種專利技術的遊戲 譬如說 它明明美國人發明一個杯子 它專利技術什麼聲稱呢 杯蓋一個專利 杯提一個專利 對 它這種玩的 然後上面打一個洞 專利 對 打兩個凸字 專利 所以變成說 你如果要繞過去它收了專利 就很辛苦 好 那經常美國會講說 你看我做這個東西 我有幾百種專利 它就是玩專利遊戲 那你有本事來告我啊 你永遠告不過它嘛 所以為什麼中國的科技 比如說艾斯莫爾的光刻機 中國能不能做 可以啦 為什麼 它的幾百種幾千種的專利 導致公告在所有的專利的 所以你不能做 那你要做 要繞過去 你變成你要花很多的精神 不是研究那個科技 怎麼做出來的 你在研究怎麼去繞過去 因為你這個東西是要賣的 所以到你侵權就很困難了 所以它用這個方式 是一個很賤的一個方式 真的 那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你說柯磊 柯磊研發 也沒什麼了不起 它是手上專利一大堆 那你就不能做 但是同樣的技術水平 中國隨便做得出來 就變成你可能要 達到一樣的目的 你要用另外一套技術 你要繞過它的技術 對 所以難是難在那裡 那前幾天 有一些媒體問我說 中國該怎麼繞 我說中國很簡單 要繞你把它當戰爭來處理 你就怎麼用呢 你就學俄羅斯 用俄羅斯怎麼樣 就說好 我中國要跟你這些什麼柯磊 買專利 你當然不會賣吧 當然 好 那我就來一個什麼 來個專利技術人民幣結算令 什麼叫專利技術人民幣結算令呢 中國政府就成立一個基金 你們所有人 使用西方的柯磊也好 艾斯莫爾的技術也好 那些人高到中國的法院都無效 然後你要用的話 你就提一筆錢 放在這個基金用人民幣放著 你國外要來求償的話 我就人民幣給你就好了 很便宜就使用你的技術 那你要怎麼辦 我也可以做光科技 我也可以做什麼 這種晶片存儲的技術 還有台積電 有很多很多的專利 我都可以免費用 不然你要告我為什麼 因為中國法律就是 你竟然競爭不賣給我 我就用這個方式可以擋著 學盧布結算令嘛 我付你人民幣嘛 看你要不要來拿嘛 那我一筆錢放在那邊 我也沒有拖你 也沒有搶你 也沒有傷害你的經濟利益嘛 是你因為配合美國人 要跟我打仗嘛 就當作戰爭來處理 那讓我免費使用你的專利 但是我要付一筆錢 隨時讓你來拿 那如果不夠再來打這個價錢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商量啊 那這樣子 美國所有的專利技術 一下子被面粉架了 誰都可以用啦 那美國人就傻眼啊 我看很多的美國的科技公司 股票就會大為跌價 那所以如果你有的 做這個設備的能力 做這個機器的能力 做產品就不是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產品出來的話 你完全很難搞得清楚 是要哪一台機器做的 用哪個技術做的 就比如前段時間 美國人發現說 中芯半導體在做那種挖礦機 就是那種加密貨幣的挖礦機 怎麼還能夠用7奈米的 然後到底怎麼做出來的 然後這個全世界都在拆 然後你看中芯半導體 故作神秘有沒有 這個也不誇照 反正就是我們努力就是了 成本比較高一點就是了 這樣一來的話 你要去說它 你有侵害誰的專利權 這個官司就打不起來了吧 所以如果說美國使用這麼多的劍招 那我想要劍大概就來比劍 也不用跟他客氣了 當然不需要客氣 那所以全世界沒有什麼秘密 比如說以前有人一直在講說 哇 我可口可樂 配方是機密 我問過很多這種頂級的專家 哪有什麼機密 問題還有很多專利 你繞不過去 如果繞得過去 可口可樂找到拷貝了 還輪到你對不對 所以可口可樂只好 另起竅門啊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場戰爭 這個美國它初步來講 它有這個優勢 然後初期都還許 中國不好去跟你說 等於是結算你的專利權 那你不好意思結算你的專利權 你當君子的話 對方當小人你就很吃力了 而且注意到 為什麼北方華創科技集團 很善意的告訴美籍員工 理由很簡單 很多台灣人都有美國綠卡 他現在拜登的命令是什麼 只要你有美國綠卡 就在處罰範圍 對 你說美國綠卡是美國的永久居民 也不算是國民 也不算是公民 什麼受理法律 美國人就是 你不是我的國民 不是我的公民 甚至是外國人 我都可以長臂管轄權 我都管得到 我們台灣不是有很多 科技公司的總經理嗎 在美國一下飛機 就被關了六年嗎 你就知道說美國這樣給你搞啊 那因為台灣是美國的附屬政權嘛 也不敢吭聲 我們是美國的反屬幫 還不是國啊 所以它欺負台灣都可以 可是問題現在欺負到 中國大陸投上去 那現在就看 中國人要不要站起來 而且在美國人面前 直挺挺的站起來 其實應該也是有辦法的啦 其實像剛剛委員提到的 原來美國這麼 那個字我就別說了 但原來美國這麼狡詐 他等於是把所有的製程 我說過程的程 所有的製程全部是你專利 讓你無法透過一樣的製程 做出一樣的東西 但那個製程很難嗎 其實不難 大家都有這個技術 只是因為這些技術 通通被美國身體專利啦 這個很糟 讓大家都不得不 那我只好另外找其他方法 去達到一樣的目的 做出一樣的設備 所以難是難在這裡 這個是 很高 你厲害 你厲害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氯栓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購 好